生命自然美一切从哺乳开始 倡导母乳杜绝奶粉喂养的非政府组织 哺乳与自然育儿协会 尽早举行大型哺乳行决活动 吸引许多新科爸妈带着新伤儿 聚集在蒲种泰来大学 大家在哺乳推广大使杨燕燕带领下 进行一分钟公开哺乳 场面壮观又温馨 我们倒数三二一 迈入第七个年头的活动 是我国哺乳宣导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今年也是显会最后一次 以公开哺乳行事宣导 因为这些年来大众行学日趋成熟 妈妈也不应该只停留在 我不建议公开哺乳的层面 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不能够接受的 你必须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然后把你自己躲起来 然后去哺乳你自己的孩子 不像现在的情况 我们经过了大概七年 这七年的那个改变就是 我正在哺乳 我要哺乳我马上哺乳 那个情况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哺乳协会去年开始 就把论坛和讲座等环节 纳入醒学活动中 希望让民众接受更多 有关家庭教育的知识 协会明年起将改变轨道 和澳门等外国非盈利组织合作 和交流资讯 我知道哺乳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怎么进行 然后我的家人要怎样帮助我 我的公司要怎样帮助我 去做这件事情我要怎样争取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这一些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第七次做了这一个公开哺乳的醒觉活动之后 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就要做教育的工作 林伟均指出不少组织借由哺乳活动推销配方奶粉 因此他们希望未来能推动政府立法 落实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国际哺乳代用品销售守则 禁止市场出现更多哺乳替代品的侵略性策略 一切从录入开始 耶